滚呀 滚 你们干嘛呀 滚呀 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 哎呀 行了 老大伯 这件事啊 你就别管了 你说说你这个样子 怎么有脸回来的呀 你说说 你姐奶奶回来一趟 你们两个 不能这样对她呀 她已经够可怜的了 可怜 她有什么可怜的呀 也不是我说的 你当初姐她回来干嘛呀 自己又不是不能生孩子 您是不是怕我们两个不孝顺你啊 就是 还有你 既然已经出去了 你死外面不行了吗 回来干什么呀 你们俩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虽然我不是麻痴亲生的 是领养的 这么多年 我在外边辛苦的打拼 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想为了这个家 过得好一点吗 我每个月都给你们寄钱回来 兄弟盖的这个房子 也是我出的钱 如果不是我的话 咱们家能过上那么好的日子吗 行了 别在我自己脸上贴金了 这你出去打过我 家里打钱 是你自愿的 我们又没有逼你 就是 这我妈辛辛苦苦 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不得报答报答她呀 你给我们打钱 那是你应该的吧 看你现在的穿着打扮 这身上肯定没钱了吧 你都没钱了 你还认为这个家会收留你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有钱呢 我还能勉强认你这个结 可是你现在这不穷酸呀 谁知道你是谁呀 你们两个 少说两句行不行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你姐呀 行了 这件事呀 你就别管了 这个家没你说话的份 我告诉你 马上从这个家给我滚出去 你要是不走的话 你信不信 我把你那腿给你打断 哎 哥 你可不能把她的腿打断 你看 她不管怎么说 长得还挺漂亮的吧 咱们隔壁那个老刘光棍 不是还没有媳妇吗 自己把她卖给她多好呀 哎 别说 挺有道理的呀 这把她卖了换笔钱 也够咱们卖潇洒一阵子的 你们两个 这胡话八道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 她跟着你姐呀 你们不能正常对她呀 你看看你们两个 在家里大呼小叫的 不怕这一句听到笑话我们家呀 行了 妈 你怎么还像着一个外人呀 你别忘了 这我们两个 才是你的亲生儿女 就是 她只是一个捡来的养女 你干嘛那么护着她呀 月月 石头 你们俩今天说这样的话 真的让我太寒心了 我虽然不是妈亲生的 是妈捡来的 可是我一直把你们 当成一家人对待呀 这么多年 我对你们不好吗 好吃的好喝的 我都给你们 挣的钱都打给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的 我们为什么这样对你 难道你自己心里没点说吗 那是你窝囊 没有本事 你说说 你如果在外面挣了大钱 一紧还乡的话 就我们还会这样对你吗 就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想走 还走不了了 我等一下 就把你送到那个 关锅老刘家去 儿子 你这干什么呀 这你姐在外面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岁呢 活不容易回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呀 咱妈求你了好不好 哎呀 妈 你说说你 怎么那么糊涂呀 这 为了一个外面 你 这咱们一家人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那肯定是有感情的呀 师父 你可不能这样做呀 感情什么呀感情 这有钱呀就有感情 没钱什么都不是 妈 你什么都别说了 他们竟然不欢迎我 我走 我走 这还差很多 算你呀 有点自身之明 自己鬼入这个家 我呀就不为难你了 干滚 闺女 行了 别叫她了 我告诉你 她今天离开这个家了 以后 她的任何事情 你都不能管 听见没 如果你敢管 被我们发现的话 有你的好果子吃 你还在这可怜她 真可怜你啊 行了 别再看了 都走远了 有她的事别管 知道没有 做饭去吧 表姐 小俊 是你呀 是表姐 是我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怎么还哭喘个脸啊 我今天刚回来的 这不是没地方去了吗 你这怎么不回家啊 你这去哪啊 我刚刚已经回过家了 只不过 我弟弟和妹妹 看我穿成这样子 她不让我在家里待 就把我赶出来了 而且 她还威胁我妈 不让我妈 在问我的事情 什么 她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真是太过分了 你看 你这也没有地方去 要不 你先去我家吧 小俊 我去你家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是我表姐 这去我家怎么了 走吧姐 这外面挺冷的 走吧 来 来 我帮你拿着 走吧 表姐 你现在坐 这一路上 你不说的话 我也算就明白了 真也没有想到 这月月和石头 她们两个 坐得也太不像人了 其实她们两个 之前也挺好的 只不过现在 看我穿成这样 知道我没钱了 所以才这么对我的吧 表姐 这咱们村里的人呀 都知道 你孝顺 如果你不往家里面打钱 她们呀 也住不上那么好的房子 现在倒好 你回来了 她们 竟然 都不让你进家 我也没想到呀 这一次回来 她们竟然都这么对我 虽然说啊 你只是个洋女 但是 你为那个家呀 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 她们 这样对你 真太不公平了 小俊啊 现在 说什么都没用了 姐 你也别难受 等我回头 我见到她们呀 说说她们 这段时间啊 你就先在我家 住下吧 只要有我吃的 就饿不着你 小俊 你看我这个样子 难道你不怕我拖累你呀 咱们是亲密 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 小俊啊 姐能听到 你说这样的话 姐真的很高兴 真没想到 你不嫌弃我 也不怕我拖累你 你看你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至亲 这打他骨头 和连着筋呢 那个 表姐 你先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呀 给你做点饭 然后给你收这个房间出来 哎 小俊 你先别忙了 这表姐 能看到你这样对我 我心里呀 真的很感动 那我就不瞒你了 就跟你说实话了 其实啊 这些年我在外面 过得挺好的 在外面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运营的还不错 什么 你在外面开公司了 是啊 这一趟回来 我故意穿成这样 是想试探试探他们呢 毕竟啊 这一走 走了那么多年 没回来了 这一趟回来 真没想到 他们却这样对我 真的让我很寒心 这以前啊 我能挣钱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当成亲姐一样对待 可是现在 看到我没钱了 落魄了 他们呀 对待我 就像对待乞丐一样的 把我拒之门外 像这样的弟弟妹妹 我还帮他们干嘛呀 本来这趟回来 我带了三百万呢 我是想着 把这笔钱 给他们分一分 让他们俩的日子 也好过一点 可是 他们就这样对我 看来 他们和这笔钱 也是无缘了 小剑 我现在决定了 这笔钱 我准备留给你 表姐 这 这怎么能行 不行 不行 怎么不行呀 你看 他们 这弟弟妹妹 都嫌弃我 而你 却不嫌弃我 还收留我 还让我在你家里住 就冲着你 对我这份亲情 这笔钱 你就应该收下 姐 这你的钱 我怎么能要呢 不能要啊 你这孩子 那你要不要钱的话 这样吧 你就跟姐一块走 你看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这腿脚也不利索 也该到了成家的时候 这在农村 什么时候才能找上一个媳妇啊 你就跟姐走 到大城市里边 姐找人 给你把腿看好 再给你啊 说个媳妇 姐 我这条腿 都这么多年了 没必要看了 小军 你就听姐的 姐现在有钱 不差钱 就算花再多的钱 姐一定会想办法 把腿给你治好的 行了 别这了 你就听姐的话吧 走 咱们现在就走 来 咳咳咳咳咳